事件时间线 到8月28日凌晨12点25分 央视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发博趁年写攻略 为应落扮演者无几年团队耍大牌 其门指 8月25日下午 该媒体按照先前约定 提前半小时到达采访地点 随后不仅被突然要求更换新采访地点 更是被要求支付采访场地费用 随后团队直接改口称 无几年下部有了其他安排 可出的所生采访时间 又无法满足设备 架售和采访内容需求 该微博被置顶 到8月28日凌晨1点50分 无几年所属公司欢迎影视发博 趁会对中国电影报道微博反映的情况 彻查清楚 耐步检讨并对相关人员进行追责 会加强学习 对于给此次采访团队所造成的损失 以及精神伤害表示诚恳道歉 到8月28日上午11点 欢迎影视再次发博进行道歉 表示其在艺人管理上时间协调不明 外部沟通不清 到8月28日上午11点27分 无几年微博转发了欢迎影视的道歉信 转发语称呼和团队向中国电影报道节目组成 恳致歉 对不起 希望自己成像中的每一部都有媒体和大众的监督 中国电影报道的置顶微博 互相尊重视频等沟通的前期 在娱乐圈 像无几年团队这种临时鞋调采访场地的情况并不少见 多罢因一人前去形成单格 后续时间又很紧张 所以一般会临时要求采访团队 前往一人就进的地点进行采访 但我们却很少看到媒体发声说一人因此就是耍大牌 因为懂行且专业的经济团队对于因几方原因 导致的地点变更总是心生愧疚 并尽可能补偿媒体的差略损失 毕竟一人和媒体是平等合作关系 谁能在周亦能复周 所以一人团队一般不会也不会轻易违法约定 吴景言所属公司欢迎影视首次道歉 而此次事件却让中国电影报的官位坑销发声 从采访团队被曝出的一丝朋友圈消息来看 似乎一只经济团队太业余 一人耍大牌 逼着猜测 一人经济团队在整个沟通过程中的语气可能并不和善 可能有些一致气势和肆无忌惮 一味要求采访团队配合 且本身未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才让采访团队决定公开此次事件 好在怀疑影视第一时间出来发布道歉声明 且一人也出面道歉 但无论事件走向如何 这次采访都因和经济团队沟通后 而被迫取消了 对艺人来说减少了一次官媒曝光的机会 团队比艺人大牌 专业性期待提升 从目前信息来看 虽不能排除艺人本身的主观因素 但此次事件更多指向经济团队的不专业 在国内 经济团队经常仗着艺人威风要这要纳 据称某艺人入住酒店 依旧要求主办法准备20瓶矿泉水 询问得知因为要用矿泉水洗脸 某艺人节目录制过程中所有的服装搭配 节目剪辑成品 必须家人亲自过目后才可录出 且要求将这类条款直接写定合同 对打牌或流量艺人而言 媒体或主办方对这些要求 已经见怪不怪或忍气吞声 但这些基本也只在圈内秘传 中国电影报道 选择公开此次事件 也算是得当写娱乐圈艺人为王 是场第一种公开对抗 还与影视再次道歉 艺人经济是影视娱乐行业分工系化的产物 在好莱坞 创新精英文化经济有限公司 CAA的经济制度成了行业典范 艺人就像流水线上的产品 每一个环节都有对应的人去对齐进行打葬 群泽分明 而林国日盘的经济制度也已定位准确 管理严格著称 中国的明星经济制度岂不较短 出行世上世纪吧 十年代的噱头 2005年以前 以王金花为代表的艺人经济被称为保姆式的经济人 他们更多是与艺人有直接的情感联系 一个经济人对一个艺人投入很多 对其影响也很深远 后来就有了各种明星工作室 成长起来的明星自己担任老板 组织包含有助理 宣传总监 经济人的团队为自己服务 不过 由于行业没有统一的行为准则 入行门砍低 也没有相关法律去约束行为师范的经济人 导致中国的艺人经济制度仍然大有成长空间 经济行业的师范 又是拖累了艺人 经济人的工作对协调沟通能力要求很高 更新后的经济人管理办法 决定经济人是在经济活动中 以收取用金为目的 为促成他人交易 而同事之间 行纪或是代理等经济业务的自然员 把人和其他经济组织 促成二次隐含了其中要求的能收贿的 比如与广告品牌方沟通放息 与媒体协商采访机缸 与本次商谈因缘计划 与主办方或片方协商艺人权益等 可以说在艺人对外的所有行程中 均有经济人的身影 延续攻略中的为英洛试验者无几言 匿名好的专业经济人既要懂 则与艺人在对外口情上的分工合作 又要知道如何巧妙的与各方打交道 时争取艺人的合法权益 但国内的经济人往往依照艺人的爆红度 喜欢毫无节制的保护艺人 甚至假借艺人之口情挤威风 天下片酬 偷向替身 制造飞门买热搜等 很多是经济团队的策划以及经济人对商业利益的无端追求 更有甚者 经济人是艺人的父母或亲戚 首先不论专业性如何 家人对于艺人的保护一定是过度膨胀的 且家人和艺人的沟通也是亲情沟通 失去了专业性对话的语境和工作氛围 对整个经济行业来说是一种施法的牵制 目前的经济团队所谓的保护艺人 便是毫无前置沟通的对不起 这个不能采访 抱歉 这个不能问 随意打断艺人采访 从并不专业的角度保护艺人 有时事迹拖累了艺人的形象 这也使得艺人的经济团队 在互联网发达的这个时代 时常与粉丝爆发冲突 不作为与艺人安排不合适的工作 经济团队的不专业影响艺人形象 都成了大假讨法的关键 国内的偶像和艺人市场急速发展 但相应的专业经济人却非常稀少 经济人早已不是从前那个打打电话 机械活动这么简单的范围了 而是一个对自身素养 且对情商 要求极高的专业岗位 经济团队是明星工作合作 媒体印象 公 重道德的形象担当 别让经济轮微经济 作者 李振武律师 责任编辑 阿尔法匠 图元网络 责任编辑 图元网络 责任编辑 图元网络